嗨大家好我是教汉语的李老师今天继续陪大家来备考国际中文教师证书的面试那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讲过的内容我们已经讲过了在面试当中的说课环节要说什么那说教学对象说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以及教学步骤而且我们已经讲过了怎么样来说你的教学对象不知道有没有记住如果还没有自行翻阅上一期内容来复习一下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说一说怎么样来说你的教学目标以及教学内容话不多说马上送上干货好了干货就在这里了说课该说什么怎么说之教学目标怎么说教学内容怎么说在这里我不想给大家灌输什么想帮助大家捋清这个说目标和内容的一个思路这样你的印象才会更加的深刻首先我们来看一篇材料拿到这篇材料拿到一篇课文之后你要想一下面对一个外国学生你要教他点什么 想让他学到点什么这是不是就是你的教学目标那我们的教学目标呀通常从三个层面来考虑第一个层面就是语言知识层面是最基本的那你是不是要让他会读一些生词呀 那第二懂得生词还不够那比如有一些语法点像这里你把蛋糕放哪了把在外语当中是没有这样的表达的那这个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要给学生解释一下 还有再看这里啊有好多了了了了那这些了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那我们是不是要给学生解释一下那这也就是你的语法点的教学目标了那你可以说让学生掌握某一个句式表达结构或让学生掌握某一个语法点好了那就是语言知识层面第二个层面语言技能层面那我光让他明白这些词和语法还不够 就是我要让他练习使用这样的表达结构运用在生活当中那第三个目标啊叫做情感领域那这一个呢不是每一个语言材料当中都包含的所以是可说可不说的内容但至少要涉及到生词和语法两个层面的教学目标 那情感领域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是想回到我们的小学时代当我们学完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最后会问一个终极问题就是同学们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那这个中心思想呀就是所谓的情感领域的教学目标一定要让你从这个文章当中体会到点什么啊那这是更高层面的目标了那在对外汉语的语料当中呢通常会涉及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比如我们来看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是除夕的由来那当你拿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除了要让学生会读会认生词之外是不是要给他解释一下咱们中国这个除夕的由来是什么呀这一天老百姓会做些什么呀 我们的风俗有哪些呀对吗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情感领域方面的目标那你可以说啊让学生了解中国的筷子文化或者让学生了解中国的某一个传统节日集结习俗等等那这就是这三个层面的教学目标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看一个范例比如你可以这样来说我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能够熟练认读生词 掌握本节课的重点词语及语法结构并能正确使用把字句第二个例子也可以这样说我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能够了解和生日主题相关的词语并熟练运用重点词语和某某语法表达结构是不是都提及了生词语法以及使用三个目标那就是生词语法和技能目标值得提醒的是教学目标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来概述一下就可以 也不用分一二三个条目去讲好了那你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教学内容该怎么说那我通常说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是不分加的因为你教学目标的实现要依托你教学内容的传达那所以呢你的目标是让学生掌握什么你就要来教什么也就是你的教学内容了教学内容通常会包括生词这里你要列举具具体的几个词语第二语法那要迅速的找出这个课文当中的某一个语法点那第三 让学生熟读并理解课文第四个交际技能让学会学生练习使用和这个主题相关的词语或者某一个语法表达结构如果有文化就提及一下让学生学习哪些方面的文化内容没有可以不提及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里那我的教学内容是生词让学会学生学习以下几个生词第二句子那我会教授学生要什么什么了这一个语法表达结构第三我要让学生学会运用 要什么什么了来表达将要发生的动作第四个我要教授学生关于中国年的一些特点和习俗以上就是教学内容如何表达你学会了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下次我们接着来说怎么样说你的教学步骤点赞关注不迷路我们下次接着讲下次不见不散